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样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舞台 然后接着汇入 汇入到舞台的是 四字式的英文的字母 然后在这个英文的字母 我们是 关键音格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的 音格 音格1是A 音格B 音格2是B 就是说我们在音格1 我们就按F5 刚才的第二个音格 把它移到的音格30的地方 然后就是说在音格1 如果我们要按的形状不见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原因是因为A 它并不是形状 所以我们必须要将A打散 可是打散完以后呢 它不是出现的形状 我们再打散一次 然后这时候就是出现的是形状 相同的对影和30的V 也是一样 做相同的动作 打散 再打散 直到V 那变成是形状 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E 你就可以按形状不见的动画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A 然后就转成的是B 那如果是在一个B 在一个30的B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改变这个B的颜色 变成是紫色 好 那我们播放 好 那 刚才那个是 是贿入分子 如果是我们自己制作A跟B呢 然后我们先将这个把它消失 接着我们新增一个涂层 然后再一个A呢 嗯 我们打上是A 然后接着在一个30的地方 我们是按的是转换成关键一个 然后也是这样这个A呢 我们把E 一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同样的把A改成是B 好 颜色我们也 我们也改变这个颜色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时候那A跟B 还是没办法的建立形状不现动画 那为了可以 我们也是跟刚才一样 先这样A 打散 这时候呢 它就变成这个形状 接着B呢 也是做相同的 好 这时候我们也是 改变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按了 建立形状不见动画 好 我们就播放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好 接着我们看四字式 就是英文字母的变形动画 我们先看那个班代仲庭的作品 他这边有 有A、B还有 他把A转成B 这采用的是形状 然后 他把高速的靠 他把靠 把它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同学的 他从A、小A、小B、大A、大B 好 那我们看成字尾的 也是小A变成小B 大A变成大B 好 接着我们看性质 0性质的 也是一个大A变成大B 大A变成大B 小A 小A 然后 他把B释放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A在这个位置 所以从A 就是 采用形状 金状补件动画 把一个小A从这一方 然后把它转成小B 好 接着我们就看性质的 好 跟其他同学都是做的是大同小A 唯一不一样是颜色 接着我们看是郭彦五的 好 郭彦五也是一样 只是方向 他从小A在这里 然后送到这边 然后大A 转成大B 是颜峰不动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 你呃 成名红的 好 A跟B 都是 都是在 呃 原来的 原来的位置 然后 小A是在这边 然后 小B 是在这里 把A 用 行造补件动画 把它转成B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就是 方子圈的 好 B 有变色 原来是黑 黑色变成紫色 然后 A 小A 变成小B 也是从绿色变成红色 两个 两个都是用形状补件动画 好 那我们看黄瑞敏同学的 好 他A 变成B 然后这大A变成大B 然后这大A变成大B 那叶子平的 它是大A的蓝色变成大B 呃 黄色 土色 然后 A是红色变成 黄色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是一画的 一画他没有转成是那个 东画 正经线也是 我们再看一下是中相级的 中相级是黑色的大A 转成蓝色的大B 然后 A A是蓝色变成 我们的 前绿色的 小B 好 那我们这样就 四字式的 学生的作品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四字式 英文字幕的变形动画 首先我们打开Animate 也就是Flash 接着呢 我们 打开我们 我们的舞台 就是 Ishin Square 3.0 先点选 这一个 这个舞台出现之后呢 我们再按 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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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舞台的是 4.5的小球 我们要将这些的小球 我们将这些的小球 在这个舞台上 灰药 好 然后呢 我们也是用animate的图层 我们也是用animate的图层 汇入 然后在左手边的图层就有五个 五个球 我们先点选的五台 接着呢 我们将这五颗球呢 分散在这个舞台的四桌 我们先的动这个黄色的球 再动这个紫色 接着 红球 另外一颗红球 最后的就是这绿色的球 好 那 接着呢 在第十 在第十二个影格 我们按的转换成关键影格 我们也是一样 再将这五颗球 再把它换在 上部在这五台的四桌 好 接着在影格二十四的地方 也是一样 转换成关键影格 也是一样 我们再 重新再 分散这 这五颗球 在影格三十六的地方 也是一样 做相同的事情 先转换成关键影格 再分散这些的球 我们也是一样 用 掀起工具 点一下 我们的五台 再一一的 分散这些的球 好 好 再做相同的事情 再做相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点线的 选取工具 然后这些的球 就要一启动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 使用选取工具 点线五台 再一一的 分散这些的球 好 好 那在影格七十的地方 再做相同的事情 也是一样 用选取工具 点一下 五台 再分散这些的球 好 接着呢 我们就正对的影格一 一起 对这五颗球 按 传统不见动画 也是相同的 好 然后 再影格二十五也是一样 再影格三十六 按传统不见动画 影格五十一呢 也是一样 做相同的事情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播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的球 在 非要四桌 好 好 这样我们就做完了 好 接着我们看 四支舞 我们先 四支舞是 传统不见动画 是非要四桌的小球 我 我曾经提过 好 这个小球就是将 那球分别的放在不同的位置 好我们先看 网友宾同学的作品 好那接着我们再看 就是缓子圈的 缓子圈的 他最后好像有停一下 好那接着我们看的菜一画 好 他用画的 他 都不是 他提出来都不是动画 好再来王永兵的 他这个方式好像有稍微停在 在 在右边 好那接着我们看 李文艳的 李文艳做的这个 不错 好像撞球 好那我们看 姓智的 姓智的也是 不错的 姓齐 星期百的位置是 跟其他人是 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好看郭彦武的 郭彦武看起来是 比较像撞球 陈明红的 他更像是撞球 好那再来看一下 陈志伟 陈志伟 陈志伟做的跟 陈明红好像有点类似 在叶子平的 陈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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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相期 好 從這個我們同學都做得不錯 在這一部分就是會要四桌的小球 現在我們在製作霓虹 閃爍霓虹燈 使用傳統補薦動畫 它這裡雖然是寫的是傳統補薦動畫 可是裡面的都是採用的是星傳補薦動畫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 我們先揮入 揮入到五台的是 我們的女紅燈四字六的女紅燈 我們就開啟 在這裡面都是維持一樣的 唯一要加入的就是 將五台設成Illustrator工作區域大小 我們就點選這個再按揮入 我們 瞧一下那個他的面 好那因為呢 我們需要將物件裝換成向量外寬 所以剛才是為了要設計素材過大或過小 所以我們在這邊 剛才我們是 呃 點選是符合 五台大小 好接著呢 因為這張圖是物件匯入到五台的樣子 然後呢 我們的他這邊都沒有改 所以呢 我們還是這樣子 將這些的圖層的名稱改一下 像這一個是Flash 我們就改一下 打Flash 好那第二個是 好這個是我們的 框 是我們的邊框 接著這是燈 好那接著 我們要建立是形狀補件動畫 剛才已經提過了 所以我們需要將 呃 五台裡面的物件都把它打散兩次 把它變成是形狀 好那 我們現在就是使用我們的選取工具 把它全部mark起來 然後接著我們要打散 就按我們的滑鼠的右鍵 這邊有一個打散 好要打散兩次 所以我們再打散一次 然後呢 這邊就出現形狀 這樣就ok了 再來就是我們要 將它 在銀格十二的地方 這些的顏色都要更動 所以我們這邊呢 銀格十二的這個 我們就按F6 也是 裝換成關鍵銀格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在銀格這個 這個Fresh的 在這個銀格十二的地方 我們進行修改 修改它這個字的顏色 好我們點選一下 接著我們點選 好我們將這個顏色更改 好那個 改完以後我們就改一下邊框 好 最後我們就改一下我們的燈 因為我們希望燈的顏色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左手就按下Shift 然後再用滑鼠的左鍵 我們一一點選 我們要改變的燈 好那接著我們要 變更這些我們說 有 手按的這些燈的紅 設定完以後呢 我們再 要按一下我們的銀格一 這邊呢 我們要按的就是建立形狀補件動畫 好我們按的播放 好那這邊是有問題 那L的他因為的這邊的話就是 產生一個怪異的圖他的圖形 好我就不要管他了 接著我們再按一下 影格12 這邊我們都按一下 就是護字影格 然後接著在24的地方 我們就要貼上影格 然後每一個影格呢 我們就要按一下 建立形狀補件動畫 好那我們就變化著 這些的顏色 好那我們就變化著 好那接著就是我們的邊框 好那最後呢我們就改變我們這些的燈 我們按Shift 然後呢我們的 滑鼠的左鍵 我們將我們所按的這些的燈 一致呢改變他的燈的顏色 好按完以後呢 好那我們再拖光 這幾個燈有稍微有問題 看起來什麼 ok 好那我們重做這裡 我們改變了他的邊框 我們按一下邊框 好 好 我們在這一部分我們重做 這些燈我們重做 左手按shift右手的電線燈 左手按贊 右手按 열밀 左手按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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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著我們看四字六的傳統不見動畫 閃爍霓虹燈學生的作品 我們先從李文彥同學的作品看齊 他做得相當不錯 接著我們再看一下陳明洪同學 我們的顏色的變化比較少 好,那我們看班戴中庭 好,班戴的也是不錯的 好,接著我們看王永斌的 王永斌比較奇怪 他這個會閃 明信字 好像他這個Fresh的字 好像動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星期的 星期他整個好像有洞 雖然他是用彩色的 是非常繽紛 漂亮 可是 感覺上好像有洞了一下 好,那我們看一下郭彥舞同學的 也是一開始有洞 好,之後的都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看陳志偉的,同學的 他也有的這一波的問題 跟我的一樣 好,這是黃子圈的 好,這是黃子圈的 好,那我們參一下黃瑞銘的 同學的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葉子平同學的 看起來蠻漂亮的 接著我們看一下儀花的 儀花這個好像是圖 而不是動畫 好,曾經前同學的 也是一樣 沒有動 最後是中響期的 好 他做的蠻不錯的 我們就講到這裡 我們打開一個新的舞台 要使用Action Script 好,然後接著我們匯入 飛入到舞台的是 4-7的飛盤 好,現在我們要製作的是 3D旋轉飛盤 我們只要按飛入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是用Animate的圖層 好,那接著我們將這個飛盤把它變小一點 我們使用的是自由變形工具 好,那把移到右邊的角落 接著我們在銀格4-4的地方 我們按F5 也就是插入關鍵銀格 然後在銀格1這個地方呢 我們按建立移動不見動畫 在銀格20的這個點呢 我們移動我們的飛盤到左上方 然後接著 我們改變一下 我們的飛盤的 把它變小一點 稍微再移遠一點 接著 因為我們將這個飛盤拖出去 我們也要它再飛回來 所以這時候呢 在銀格4-4的說呢 我們再將這個飛盤 再把它飛來 好,那看一下它飛盤的 好,那我們的回來的飛盤 我們也需要是 讓它跟原來的 一樣的大小 這個飛盤 這個飛盤有比較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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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動畫看看 可是呢 我們希望 在銀格20的這個飛盤有旋轉 好,那我們先 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打開我們的 優化的不見動畫 我們也看一下它旋轉的 我們將旋轉的 要大一點 旋轉到500的地方 好 接著呢 那我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它也會旋轉 好 然後接著 我們讓它順時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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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它的 旋轉的 樣子 好 好 好 接著我們希望它旋轉 是一個弧形的形狀 我們就先按一下 選擇西部工具 然後 按Auto 你點選了這一個 好 好 讓它破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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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我們希望是 它可以改改變它的單邊的曲線 所以我們為了改變它的單邊的 單邊的曲線 我們一直按Auto Alt 然後呢 我們就改變每一邊的曲線 然後也是一樣的 右邊的曲線 右邊的曲線 好 接著我們就讓它播放 這是我們3D的旋轉的飛盤 我們來看四字七 學生的作品 我們先從李文彥看起 好 這個飛碟 好 這個飛碟 就是書上他們是 書上是希望的飛碟 是人是在這邊 然後從這邊飛出去 所以在這邊的話 這個飛碟 應該是從人這邊看 所看到的飛碟 應該是會變比較小一點 可是它好像沒有那麼大的變化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 好 郭焰5是有變 好 所以郭焰5 他所做這個 是有比較好一點 接著我們看信機 他在飛碟的大小 好像變化不大 他的路徑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曾經哲的 曾經哲跟的儀化 他們兩個都是 都不是 送出來 都不是那個SWF的檔案 好 那我們再看信字 是 心智可能認為他投到這邊還不夠遠 所以他的這個飛碟 他的 他變化沒有 他 沒有把他變小一點 他認為是 在這邊看到的飛碟 應該還是 差距不是很大 接著我們看儀化 儀化送出來的 並不是動畫 再來是香氣 我還是覺得他們 他們Size的變化不夠大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椰子瓶的 他是 他是 這邊是有變小 可是這邊還是 還是小小的 所以還是 感覺上他變化還是不夠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椰子瓶的 還是一樣 只看到其中只有一個同學 對於揮盤的控制也有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 怎麼會兒 有什麼 看來 是 明天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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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